我們現在需要戴口罩 因為去外面都需要戴口罩 所以不會生病 保護自己 保護別人 這些是我們最常看到的口罩 通常口罩最常看到 你要把它打開 然後要記得要把鐵絲 放在你鼻子上面 放在你鼻子上面 另外一個可以用口罩套 把它塞進去可以用三次 把它放上去 你要記得把它打開 另外一個也有布口罩 要記得要每次用門都要洗 所以我放我的口罩在我的頭上 然後我放在我的口上面 好了 現在我們都需要戴口罩 可是如果口罩買不到呢 我可以自己做 跟我一起做口罩 我有做這個口罩用我的哥哥的最喜歡的衣服 然後剪 然後剪 剪掉 然後 畫在上面 你們要用 娃子 和 rubber band 然後 一條圍巾 接下來 搬在你的臉上 一條圍巾 圍巾 你可以踏到頭上 然後 放在你鼻子的上面 然後 這樣 可以 這樣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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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上面的 折到這裡 然後 下面的 折到這裡 然後 再一次 下面 折到這裡 然後上面 折到這裡 把橡皮筋套在兩邊 然後 要折過來 然後 然後 做完呢 把一個 放進去 另外一個 你可以 放在 蓋住 他的嘴巴 和鼻子 吃點菜的時候 可以帶豆腐帶 水口罩 挖兩個豆 然後就可以 東西 然後也會保護自己 第一 你需要把 鳳梨的頭 削掉 第二 你需要把 鳳梨的中間 的肉 刮掉 像這樣子 第三 你需要拿一個 三瓶筋 還有圈那個 鳳梨 像這樣子 第四 你可以穿了 為大家介紹 我的枕頭口罩 放回去 放回去 大家都覺得 張槍這個口罩 看不到了 可是我其實看得到 我給你看 有可能會蠻難呼吸 但是總比沒有好 我不能呼吸 如果所有玩具 記得要戴口罩 祝大家身體健康 拜拜 拜拜 拜拜